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继续我们审计习题班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我们的 第八篇内容 对吧 那么我前面也说过了啊我们 前期篇花的精力大 这和咱们技术班是一样的 从第八篇往后呢 整体来说啊 咱们就不会练那么细的题目了 但还会啊有一些戏还是要强化的 但是呢应该说 难度上 降低的 因为呢 咱们第八篇往后的内容都比较直接的 就规定好了这些要求你记住就行了 不像前面啊前面啊咱们是逐字逐句去抠的 去讲的 8到10 其实就是什么 职业规范好的 8到10这块 那这咱们这个审计这块啊 所以呢 咱们整个内容啊后面就轻松一些了啊 后面这块 前面咱们要多练 因为呢 咱们经常是在前面会犯错误 后面这块呢 说实际的话 输错的概率比较低 来吧 咱们来说一下啊我们这个第八篇 第八篇呢 咱们说关于呢 相关的特殊业务 这个内容 那在旧班里啊 咱们讲的时候 也是 讲课的时候也说了 主要是一些记忆的东西 那咱们后面呢 相关考点 也类似 就考点的卡片这块也跟大家说一下 来吧 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第八篇 特殊摄像片这块 还是按照顺序啊 咱们说一下相关考点 但是呢也是那个情况啊就是 比如说 是一道风影评估的 比如说是一道快计估计的 那相关考点卡片方一起来说 题目呢 就不再去区分那么细了啊这块 那咱们看一下 首先呢 咱们来说针对快计估计的风影评估 主要程度三星难易程度三星 可要提醒单选多选简答 要求是记忆性掌握 那就是很多东西要背了 那注意一个什么 关于快计估计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 这一个要注意的 再一个 高度不确定性的快计估计 都是什么类的 这要掌握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记忆的东西 这么一个 然后呢针对啊快计估计的风险营退 这个重要程度更高一点 重要程度啊 因为那咱们毕竟讲的是审计 风险评估固然重要 咱们应对这话咱们得会 所以呢 考咱们实操啊应对这话 它是容易考的 这要成四星 它也并不难 也并不难难以程度三星 但提醒各种提醒可以出现 要求理解并记忆掌握 理解记忆掌握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得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再一个呢就是 有些 规定好东西 你得把它记下来 具体来说 一个是对会计估计的应对的基本程序 考虑什么气候事项啊 考虑背试经单位对那管理层 对那 会计估计的 风险的评估啊 对吧这个程序啊这类的 这么一个 然后关于点估计 区间估计这块 咱们要知道 什么叫点 什么叫区间估计 要怎么缩小这个区间 这一个 然后针对快计估计导致特别风险的应对 那快计估计导致特别风险呢 主要有问题就是什么呢 主要在于那高度的不确定性的快计估计 所以主要针对不确定性 考虑应对 此外呢最后一个快计估计的错报 这个呢 考虑极强也大量考的内容 所以福利当中咱们注意这几个啊 注意这几块 那么其中呢咱们还要注意 对那快计估计的区间估计的区间范围 和实际执行重要性的联系区别 那咱们说对于这个一般都是不高于实际执行重要性 等于或者定于 所以不能说职业用的实际执行重要性 而更多是什么 不高于他 那就看他的区间估计区间范围定的是多少了 这样一个啊 那在这话咱们做几个题目 首先一个作业的题 说呢在识别评估与快计估计有关的重大错误 下列个案当中 A主管师认为应当了解的 A与快计估计相关的财报边缘基础 规定 那是被识难为贾公司 管理层如何识别需要做快计估计的交易事项 情况 C呢 说蔣斯就被识难为管理层 如何做出快计估计 第快计估计所依据的数据 那这一类的 都需要了解对吧 A B C D 都需要了解 那这个呢咱们来注意啊 说实际分野评估成一时了解被识难为基础环境 这是快计估计的 淘宝编辑要求 那么官层 如何识别的 如何做出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这么一个 下一个 单选题 说夏利亚与快计估计审计 相关程序当中 说主要是应该 风险评估阶段 实施的 A 确定官层是否恰当用 与快计估计有关的 报告别人基础了 B呢 复合上期曹报中的快计估计结果 C 确定官层做快计估计方法是否恰当 D评价快计估计的合理性 哪一个在风险评估阶段 哪一个 B选项对吧 B这话 你想一想 其实呢 A呀 C呀 D呀 这主要在应对这块来考虑的 那是否运用了 那与快计估计有关的恰当别人基础的问题 关从快计估计方法是否恰当 都是应对的考虑对吧 快计合理性都是应对的话 复合上期报复中快计结果 实际上 并不是说上期 这个问题 而是说像这类是否有什么 高度不确定性的快计估计 或快计是否会导致重大错误风险 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答案 B选项 这个要特别注意 ACD都属于一个应对阶段 要注意啊 下一个单选题 这下点关快计估计不确定性的数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的 A 说快计估计所使用的 不可观察数值越多 估计不确定性越高 那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和我们公允家计量 那个准则是结合的 这个咱们应该会了 因为以往啊 我讲课那有那么几年 我说每年都要讲一下 公允家计量这个东西 现在呢 我说咱们学应该学快计 应该知道 关于那可观察不可观察数值这个问题 对吧 不观察的那就要什么 没有公开市场的内部的数据的 那这类数值越多 不确定越高 没有问题正确对吧 B呢 说快规是一道的预测7月厂 不确定越高 那你说将来的事情 时间越长 它不确定肯定越高 时间越短 相对越准 那你说我预测一下 未来10年之后的情况 和我预测一下 10天之后的情况 那相对的时候肯定是 时间短的不确定性 低呀 C 说历史数据用于快计 预测未来事项相 相关性越小 估计不确定越高 那就用咱们用历史推测未来 历史数据和未来事项的相关性 越小 那不相关 或者相关性较低 那么 导致结果不确定越高 那如果历史数据和未来事项啊 相关性越强 那么这类的 结果这话不确定就越低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这话 咱们经常说 那拿历史推测未来 对吧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以史为鉴 那关键就是它相关性怎么样 那咱们说ABC都正确了 只有D错了 D呢 说会计估计与 实际结果之间差越大 估计的不确定越高 那这个对不对 这个不一定对吧 这个不对的啊 这话 因为呢估计的 不确定性 跑了去未知 D是有实际结果了 那不是不确定性的问题 那这是看着快语估计是否准确的问题 所以呢 所以呢咱们很多推荐容易受这个D选影响啊 就觉得你看 实际结果和那会计估计结果差越大说明不确定越大 不是的 那其实我们都是复合以前的快计估计的实际结果 在判施判断的快计 B 采用高度这一化的 由甲公司就被审断安慰 自己开发的模型做出的供应加快计估 C存在 公开活跃市场情况下做的供应加快计估计的 D呢 上期报表中 确认的进口和实际结果存在差异的快计估计 哪些认为有高度不确定性 A没有问题 B呢 也没问题对吧 AB典型的 但C一定要注意 活跃公开市场情况下做供应价值 这个我们拿公开市场报价就行了 这个不确定性 可不是高度不确定性 所以注意啊 公允加快计估计不代表是高度不确定性的 你关键看 是不是有活跃公开市场 所以这个不正确 D呢 说上期报表确认的进口和实际结果有差异 就快计估计 那这个有差异是正常的对吧 但若这个差异 较大或巨大的 这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再做快计估计 才可能是高度不确定性的 你说有差异就高度不确定 你得看差异有多大 对吧 所以这个 说的 有点相对的但不对 所以正确只有A 和B A B啊这话 一定注意啊 那个第一选项就我们这个框3这个内容 上期话有类似估计符合结果表明 最初估计是结果存在很大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再做出的快计估计 才是高度不确定性的 下一个 说在应对啊 风影应对了啊 背使用单位与快计估计有关的抓错风影时 下列各项程序中 A转是认为 不适当的 认为不适当的啊 这回要看准了 A 测试与管理层如果做快计估计有关的控制 应用要性 做控制测试 实际恰当实际程序 没有问题 那跟快计估计有关的 它基本程序对吧 控制测试实际程序 很正常 并呢 测试管理层如何做快计估计 以及快计估计所依据的数据 那这类问题是一个惯常类的东西对吧 那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咱们驻外师的手段就这点 对吧 什么相关假设呀 怎么做出的啊 它的数据呀 我们就这点手段 利用专家工作如此 快计估计如此 对吧 那么关联方交易如此 持续经营 也是 有大量的相近的程序对吧 所以这个 正确 C 确定高度不确定快计估计是否导致特别风险 那这个注意啊 这个注意 这个 C这话 它实际上不是风险应对 它分业评估 我们在开始分业评估来考虑 如果是个高度不确定快计 那它是否导致一个特别风险 那是分业评估不是分业应对 所以C 的确就不适当的 它不是分业应对程序 D呢 做点估计区原估计来比较管理层点估计 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快计估计一个手段 他应对手段啊 所以 不适当的 C选项 下一个 说财务保有日后 至审计工作完成日之前 发生的交易事项 可能为助爱师审计快计提供审计证据 那针对这个下例事法中正确的有 正确的 助爱师 对其后发生交易事项的复合 可能减少 甚至取代 管理层性快计估计的 过程复合 和实际其他审计程序 这我们针对汽油施项这话 我们复合了 有可能减少肾取代 说管理层的快计估计的 那我们的复合对吧 这是我们对他的快计估计的复合 以及我们的其他程序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这类的有时候他是很有效的 只要他有效的话 他们可以说其他程序可以不做了甚至都 所以这个注意啊可能肾取代没有问题 并呢 说复合汽油事项可能为快计估计 提供结论性的审计证据 可能 人没说一定啊 他这个结果能发生 对吧 可能对不对 正确 正确啊 说助盖师采用复合汽油事项 为审计快计提供审计证据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来使用 这个就不对了 你看这个快计估计在汽油是否会 或预计会发生 那有的时候在 汽油 在很长时间才能发生 预计不会发生的 有的根本跟汽油事项无关的 这类的是用不了的 所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 不正确 定义呢 说助盖师采用这对 7号发生的交易事项 它的复合 可能会替代 在屏幕快议估计合理性时 运用的 独立估计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类的 7号发生的交易事项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结论性的结果的 那就不用再考虑独立估计了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正确 所以c是不正确的 abd 都正确 下一个 说助盖师在运用区间估计 来评价被审单位管理层的 点估计的合理性 下一个说法当中 问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说助盖师的圈估计 如果是有别于 被审单位管理层的假设方法 就都是做快估计 我的假设方法和你管理层不一样 那么无需对管理层的假设方法做了解 那一上来就不正确对吧 如果你的方法跟人家不一样的 你必须了解人的假设方法 B呢 说要从圈估计中 剔除不可能发生的极端结果 这个讲课是讲过的 去到最高分去到最低分这类的 不可能发生极端结果把它什么 剔掉 正确 然后c 说应当缩小区间估计 直到区间估计范围内的所有的结果 军备示威是很可能的 那注意啊 军备示威是很可能的 可能的基本确定这都不行 我们要求什么 说直至啊区间范围内所有结果军备示威是 合理的就行 来很可能没必要 可能也没必要 要合理的就行了 第呢 正当区间估计的区间所有是等于或小于 实际执行召唤性 一定实际执行召唤性啊 不能整体召唤性 必须实际执行召唤性 等于或小于不是必须等于 第二就要实以执行的 第3在这时候也我们只说 通常是适当的 没说过于绝对的话 所以这个 不正确的 a 和c a和c啊 下一个多选题 这下列啊 关于应对快语估计有关的重大错方言说法当中 问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啊 针对各种快语估计 诸外师都应该确定 截至审计报复发生的实际上 是否提供了有关的审计证 那不是啊 比如说 这对公民价值的快语估计 有时候汽油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各种快语估计都要去确定没这个必要 B呢 说如果诸外师难以 将区间估计色 是 低于某一金额 那则应当认定 管理层做快语估计有 重大错报 那这个不对 那在这时候如果我们很难将区间所有到某一个金额的话 这个时候 咱们只能说什么 他有高度的 不确定性 高度不确定性不等于说有重大错报 这个要注意 咱们只能说有高度不确定性而已 C 说诸外师可以测试 与管理层做快语估计有关的控制的运用性 我们可以做对吧控制测试 没有问题 D呢 说诸外师在做自己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时 应当使用 有别于管理层的 假设方法 跟人类不一样 这个注意 可以使用那是对的 应当使用这两个就错 就我们可以跟他用的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但是说应当 有别于就必须不一样 那可不行 这个呢错了 所以正确的 只有C 不正确的 A B D 下一个单选题 说下列科学当中 不一定 会构成错报的 是哪一个 A 官层 对导致特别风险的快语估计的不确定性 这对估计不确定性 披露不重返 B 官层做的点估计 小于 诸外师做的趋烟估计的 最小值 C 说 官层做的点估计和诸外师做的点估计有差异 B呢 说快语的结果和报仇原来确认的金额 有差异 哪个不一定是错报啊 不一定的 A B C 都是我们认定的快语估计的错报 第一个不是啊 快语估计结果和原来确认金额 有差异 并不必然说明是有错报的 因为快语估计本来就是估计 最终变成实际结果 和原来确认有差异是一个正常的 那现象 关键那个差异 有多大 以及 差异产生原因 所以呢说这有差异不是必然造成错报的 就是 低血下 然后下一个单元题 这下有关关注快语估计 披露的事法当中问错误的 问错误的 A 说这应当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评价 那淘宝中快语估计 在适用的淘宝边境下 他的 他是合理的还是存在误导 评价的快语估计这个 那对不对 正确对吧 在适用的财务报边境下 那对应的这一块 B呢 说注意事件要那或者从事上审计证据 来确定快语估计有关的报表披露 说符合适用的财务报 财务报边境下 他报中对快语估计的 不确定性的披露 因为导致特别风险的就是什么 高度不确定性的 注意啊 高度不确定快语估计并不必然导致特别风险 但特别风险这个快语估计 往往就是高度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来看 针对不确定性的披露有没有做 证券 ABC都证券D就错了 那咱看一下 说评价在报表附中 快语估计 可销批露的合理性 考虑的事项 和在报表中确定快语估计时 考虑事项具有本质的区别 有吗 没有这个要求对吧 咱们并没有见过这个要求 对吧 其实本质上实际上是一样的 实是一样的这块 所以D 就错了 下一个 单选题 说下理官管理层偏向事法当中 问错的 A 说管理层在编制裂报 信息时缺乏中立性 就表明存在管理层偏向 B呢 说管理层偏向 难以在账户层面 发现 C 即使是某些形式的 管理层偏向 为主观决策所固有 但做这决策时 官层 有可能 是 无意 误导 报表手术 你呢 说快语是不精确的 受官层判断影响 这种判断失业的都是有意的官层偏向 现在一看就知道D是错的 很容易判断出来D是错的 因为呢 快语这块他受影响 但并不必然 是一个有意行为 有可能是无意的 因为这有主观上的东西 他可能并不是想用这个来误导报表使用者 所以错的D选项 那这是呢 咱们针对会计估计这块 来列的几个题目 然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 对关联方这块 关联方这块 首先对他 咱们注意啊 也分野评估分野应对这个顺序啊 首先对关联方的风险评估 主要程度四星 难以程度 担心 那主要提醒当中 主要单选多写和检查 要求大家理解 记忆 因为这个分野评估这个其实比较重要 关联方的话 你不能上了就是关联方必然导入重要的风险 也不能忽视他 所以我们要从根上去理解他 那首先呢 咱们注意对关联方的使用责任 因为这类事比较特殊的 我曾讲过 对关联方的话 这就是片面加大助快事责任的一方面 只是加大助快事责任 和持续经营还不一样 随经营呢 对管理层对助快事责任都是有加大责任的一面 而关联方的话只是片面加大助快事责任 所以这个使用责任很特殊 那再有呢 这对关联方导致风险 特别是那个特别风险的这个界定 因为不是关联方导致风险就是特别风险 但我们特别关注 若是呢 有这什么 超章商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 由此导致风险那是一个特别风险 此外对于致病影响的判断 因为这个的致病影响 将其他的负责因素合起来 可能是一个 舞弊风险 所以这几个点要特别注意 然后呢对他的应对这块 重要是什么难以后都降下来了 因为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固化的规范 说哎有这么个 那情况我们该怎么应对有这么想该怎么应对 所以呢哪一程度重要程度都下来了 单选多选都可以出简答题可以出要求就是比较简单的 记忆 就是要背一下这个要求 对吧 那一个 说应对 超过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关联方交易的 该如何应对 一个 说国安层 披露关联方交易是公平交易 这个时候 存在重要的风险我该如何应对 此外 针对关联方的书面声明 这个比较特殊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好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单选题 说在财务报告的视频中 下列不属于 注意啊 不属于助害师 审计关联方的目的的是 说充分了解关联方关联及交易 以便 能够确认由此产生的 与识别评估由于5B 导致啊 风险相关的5B份因素 那这是不是我省力目的 这是我们的省力目的对吧 如果有的话 因为呢 很多时候 5B的问题就有人那串通帮你 国安方最佳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包括咱们对5B的应对那块 其实咱们也提到了 本质上他身上对关联方的考虑 他只是没那么说 就是超过正常进行过程的重大的这个交易 异常的交易 然后来看 是不是5B风险 这类类的 主要是和关联方来做的 B呢 说根据获取的审讯证据 就财务宝受到关联方关系及交易影响而言 确定 有没有公平反应 那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审讯目的 C 或者充分事项审讯证据 以单独对关联方关系交易发表审讯意见 我们正常报表审讯下 并不会单独对他发表意见 我们对整体发表意见 所以这个C肯定不对 第一呢 说如果适用到财报编辑基础对关联方做了规定的 或从事项证据 确定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是按照适用到编辑基础得以恰当的识别 处理和披露 这个没有问题 正确 这要正确啊 所以 明显不属于的 C选项 我们并不针对他发表意见 所以这不是我们审讯目的 第一呢 说下列情形当中 说住外是应当对那将其评为有特别风险的事 有特别风险 这个题嘛我很喜欢啊 这话 说被审单位将重要子公司转给十一控制人所控制的 企业并获得大额转让收益 B 被审单位对母公司的销售 那叫销量 占总销量50% C 说被审单位与收购交易的对方签订了对赌协议 D呢 说被审单位啊 销售产品给子公司的价格 低于销给第三方的价格 哪个被评估为有特别风险 这几个咱们看起来都有点别扭对吧 但是呢你要看啊 咱们得分析一下 A首先呢 将子公司重要总资 卖给十一控制人的企业 取得大额转让收益 那首先这是关联方交易对吧 而且什么 重大的对吧 超过正常进行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那好了 超过正常进行过程的 重大关联方交易 那么这个是有特别风险的 有人说呢 B和D呢 B和D啊这个注意 咱们说的确就是关联方交易 一个被审单位对母公司销量占走向50% 一个销产品 给子公司价格低于销给第三方的 但是这并不必然导致特别风险 比如说我被审单位 和母公司正常的交易 他那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客户 但是呢 我还有其他的 他占了50%但我正常交易啊 你怎么说是特别风险 那再我销产品给子公司 价格低于销给第三方 那这个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但是 你得看 低多少 那么低的话 它是否就显示公寓 也不一定对吧 再一个呢 你卖的时候这个比例有多少 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所以B和D并不必然是特别风险 然后C C这个问题啊 说Base单位和收购 交易的对方 签了一个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呢 这话 它实际上是什么 有一定的这种风险 但是否是特别风险 这个我们是要 评估的 而我们说应当将其 评估为有特别风险的 应当就必须 这个我们是要根据情况来判断 是否会导致特别风险 在实务当中呢 我会特别关注它 但是准则并没有把这一类的定为特别风险 所以这个咱们说按准则来说 一定是特别风险的 只有A选项 只有A选项 那个C这块 有可能 被视为是重要的风险 甚至特别风险 但并没有直接确定就是特别风险 而A不行 A这个明确说的就是特别风险 下一个 这下列有关关联方审计事法当中 正确的是 正确的 A说关联方交易比 非关联方交易 具有更高的财务报表中央错误风险 这个结论过于解决的话了 有很多关联方交易是很正常的 你不能因为说我是关联方交易 一定 他就有中央错误风险 直接下结论 这下太死了 太决的话 没有吧 蒋克斯党也提醒到 很多的关联方交易 并不比非关联方交易 具有更高的抓索风险 对A 不正确 B呢 说如果适用的财务报编辑基础 未对关联方做规定 那主管是无需对关联方关联及交易 实施审计程序 错了 我们说了 对于关联方我们是片面加大主管是责任的 即使未做规定 我们这个责任一在 那依然在 对B 不正确 C 这如果啊与被人单位存在担保关系的其他方 有担保关系的其他方 不在关联层提供关联方清单上 我们注意的是需要对 是否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关系 保持警觉 那有担保但是又不是关联方 我们看 是不是 他可能是关联方 所以才有担保 但没放在这里 所以这要保持警觉的 正确啊 第一呢 说如果识别收官层未向朱爱石所披露的重大官联方交易 我们朱爱石应当出举 非无保留意见报告 那这个注意啊 你这下几轮下的太早了 如果识别出来哪位披露的重要官联方交易的 我们是不是对你都要审计 对吧 然后替他披露啊在那报表付出当中 所以你上来说我直接非无保留意见 出报告出意见太早 不可能的 那么但凡对报告意见下的过于的绝对化的 过于早的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里啊 只有这个C 只有C是正确的 这要注意 下一个单选题 这如果识别出超过正常经营过程的重大官联方交易 导致5B风险 那么下载程序当中 通常能够 有效应对这个风险的 A 减划交易是否结果适当的官联层审批 B 其他交易是否具有合理商业利用 C 减划交易是否按照适用的财务包边缘基础 做快处理 和披露 第1呢 就 交易是否向官联方 盘证 哪个能有效应对 哪个 首先我们来做的是评价 交易是否有合理的商业利用 因为有5B可能性 有5B可能性 重大官方交易 那么 说看是否经过 审批官层的内控这话 审批 对吧 像关联方的韩征这东西都没法应对了 都是关联方的问题吗 你才韩征有啥意义 那最重要是首先 我们来看 交易是否有合理商业利用 对吧 来考虑 他的5B的情况 所以呢 B选项最为关键的一个 B选项最关键这块 然后下一个 多选你 在评估和应对 与官联方交易有关的 重要错误风险时 现在说法当中 问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所有的官联方交易 和余额都处在重要错误风险 这个咱们刚才也说过 不是所有的对吧 有些官联方交易啊 比那个 非官联交易 相比 并不会说我有更大重要错误风险 所以你上次说都有 太绝对话 并呢 说实施实质性程序 来应对 与官联方交易有关重要错误风险 更有效 因此 无需了解和评价 与官联方关系和交易有关内控 他的确呀 实行程序可能 更有效 但是呢 该了解还得了解 风险评估还是要做的 所以呢 说因为实行程序更有效 所以我连内控都不了解了 这肯定不对 所以 说超出正常金过程的 重大官联方交易 导致风险属于特别风险 这是结论化的东西 咱们说关于特别风险有结论化的东西不多 但这是一个 再呢 官层零下控制上风险 再有5B的风险 因为官层零下控制上的5B当中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这几个都是特别风险 这是正确 这意义呢 这主要是应当评价 所有的 关联方交易的商业流 这个没必要对吧 咱们还看从风险角来看的 咱们有的关联方交易 他没有什么更高的风险 你平大上商业流干嘛 所以 A B D A B D 不正确对吧 C是没问题的 下一个 在适用的 曹报编辑处对官联方做了规定情况下 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 包含在 被寻价单位官层这几层 他书面声明没有 针对官联方列表声明 A 你向主爱是披露了全部已知的官联方名称特征 B 向主爱是披露了全部已知的官联方关系及交易 名称特征交易 关系 都说了 就要说了 C 按照适用的边基础规定 对官方关系及交易做恰快处理 那适用财报编辑规定 对官方关系交易做了恰当的披露 恰当处理恰当披露 A B C D 对官联方这话书面声明 这我强调过的 那这个他就考了都包括哪些内容要掌握 要掌握 那这是针对官联方这块 这个情况 然后再一个持续经营的 持续经营呢 这块一个是咱们这个持续经营审计 一个是报告 报告呢在审计报告那里 所以我们这只有持续经营审计的基本要求 这个内容啊 也是重要程度不高 三个星 哪一程度三星 单选多选 简答 要求主要是理解 那这会不要说啊 我就死背他 主要是理解 理解他了 我就不用去背太多的 那一个要针对持续经营的责任 那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主要是咱 那这个注意啊 是双向的加大的 没有片面加大 都在加大 说那边基础对此没有规范的 那么关键层也有这个责任 祝国爱事也有这个责任 然后再有持续经营 我们评估期间12个月 这个要注意 那最短12个月啊 不短于12个月 然后这对持续经营的话 我们应对程序 这个咱们都要注意一下 那扶一勺 那咱们看两个题目 A 说夏丽呀 有关注冠师对持续经营假设 这个审计责任的 做法中问错误的 注冠师责任 A 说注冠师有责任 说就管理层在编制裂报报表时 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 我们注冠师获得出现适当审讯证据 对不对 有没有这责任 有这个责任对吧 B呢 说如果适用的编辑基础 不要求关系层 对持续经营能力做专门评 我注冠师就没有责任 对被人单位持续经营能力 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做评估 我们说了 对于这个我们是双向加大 编辑不要求的 其实关系层责任依然在 我们的责任也依然在 我们责任也依然在 所以这个B 错了 错了啊 C 说除循环关系层之外 虽然是没有责任实施任何其他审讯程序 来识别超出关系层评估期间 并可能导致对被人单位持续经营能力有重大疑虑 实际上 对这类的我们主要是 做一个询问程序高了 其他属于不要求 正确 第一呢 我们主要是未在报告中提及 持续经营能力的不确定性 不能视为对被人单位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没有问题 所以错的 必选一下 这个咱们反复强调编制这个责任的问题 管理层则其实也在加大 驻开师则也在加大 下一个多选 说驻开师 针对被人单位21年1到6月份的报表做审计 并在21年的8月31号出了审计报告 那么下列个案当中 说管理层在编制21年1到6月份的报表时 管理层评估期持续经营能力含在前中 可能恰当的有 可能恰当的 评价21年7月1号 到20年630 评价21年9月1号到20年831 评价21年7月1号到20年1231 评价21年7月1号到20年的1231 可能恰当的 那咱们说这个是不短于 资案费表日后的12个月 资案费表日 所以起点一定是7月1号 因为630的报表嘛 最起点一定是7月1号 所以B肯定是不对了 7点1月7月1号 然后呢 终点是什么呢 不短于12个月啊 那么可以到2020年630 这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再有呢 22年的1231 可以 C不行啊 你就短了 对吧 短于12月这是不行的 所以人们可能恰当的 A 和D 对吧 至少12个月 A D都可能恰当 都可能 人说我就越评价18个月怎么的 没问题对吧 只要 是什么 不等于12月 12月以上 就可以 下一个 单选题 这主要事应当评估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做的评估 管理层对持续经营有一个评估要求 我们主要事要评估一下 你们怎么考虑大 那现在说法中问错误的 问错误的 A 有些情况下 说管理层缺乏详细的分析 来支持他评估 并不是我们主要事 判断 说被你单位运持续经营 假设 是否恰当一个依据 对不对 那么这个注意啊 有些情况下官司没有详细的分析来支持他评估 不妨碍他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呢这个没有详细的 这个分析 那这个 不是我们那这个什么 说判断他是否恰当一个依据 你不是废掉详细的 因为他这个一看就是 效益很好 线流很强 所以我并不一定废掉他详细分析啊这块 所以这个A 没有问题 不妨碍他用持续经营假设 B呢 说住外师应当考虑官层做的评估 是否已经考虑所有信息 而这些信息不包括住外师做水印成绩是获得信息 那这句话错了对吧 肯定不是不包括是应当包括 应该包括我们获得信息的 D 说住外师啊应当考虑官层 对相关事项情况的结果预测 所欲的假设 是否合理 这个我曾经说过啊对未来的一些事项 对不确定事项 我们来看主要是假设是不合理啊 数据这块 有没有明显的问题 他数据的相关完整准确性的问题 这个我说了啊 针对会计估计啊 包括管理方啊 包括关注工作啊 区域行都一样 都是这类的做法 D呢 说如果管理层啊 评估那持续经营的期限 短于12个月 我主要是应当要求延长 评估期限 应当要求的 至少什么 12个月 这样去 所以错误的 必选项 再一个多选题 说针对啊识别出的 可能 导致被难为持续经营能力有 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那假定这层不参与管理卫生单位 这下一个课当中 主要是 应当与 治理层沟通的 应当沟通的 A 说这些 事项情况是否构成重大补确定性 B 我们主要是对这些事项情况 实时的 追加审议程序 C 在编制报表 他往编这个列报中用持续经营假设是否实大 第一 淘宝中的相关披露是否充分 那么你和这里曾说什么呢 是否重大补确定性 假设是否充分 对吧假设是否实大 披露是否充分 ACD 对吧 我们对这个做的审议程序这个你不用跟他说 这个没必要 所以答案 ACD ACD 这块 然后 再一个 7出余额审计 7出余额审计 重要程度 三额星 他也比较低重要程度 偶尔会考一下 那么有时候考试现在综合地理出但其实难度很低只有两个性难度 对吧 就是要么那挺长时间不考 要么一考呢 在简达题通过题出那么一问 但其实难度不高 并不高 要求主要记一下 一个针对去余额的 审计目标 一个呢我们在这时候 就余额审计有时候要查阅前人抵抗的 那结果委托后 和前人沟通的问题 那再一个呢 这对去余额专门的审计程序 特别要注意 针对存货的去余额的审计 有时候在存货审计中去考 有时候呢在去余额中去考 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咱们看个题目吧 代言题 说蒋公司20年度报表 经SYC事务所 I主管师审计 ABC事务所换锁了对吧 他的A主管师 负责审计则21年的报表 下列有关其余额审计数法当中 问错误的 问错的 说A主管师要阅读 应当阅读 蒋公司20年度的报表 披露 以及 S主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 B呢 为了确定 其余额是否还有对本期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测报 A主管师需要确定 适用于期出余额的重要性水平 C A主管师评估认为 S主管师 具备审计 甲公司的独立性专业设计能力 因此 可以通过 查阅20年度 审计公司的跌稿 或者有关 非流动资产 期出余额的 温商程序 非流动的这个东西 那用上年那个 A主管师未能对 20年1231存货 做必要监盘 所以除了 对存货期出余额 期末余额做审计程序之外 有必要对期出余额做支加程序 问错的 哪一个 B选项对吧 我们并不需要给期出余额单独的重要性水平 并不用对吧 我就用本期重要性水平就行了 本期的 但具体项目用实际执行的 那整体上呢就按什么 才会有整体重要性 这么一个 剩下的都是恰当的 都是恰当的这块 下一个多选题 说有关注意事 首次期有委托时 就期出余额获得审计程序之法当中 问正确的 正确多选 A 说对于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负债 那就是长期性的这类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 检查形成期出余额的快计论 下期获得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程序 说这公司案五年先形成的 那这一类的 证明期出余额 那就是当年买公司案的资料啊 这些年提格旧的资料啊 这类的或者呢有他什么 哎这个 有一些呢这种 资本化支出啊这类的资料 可以来证明 这这类就可以对吧 证券 对呢 对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算是可以通过 本期 实施的审计程序 获得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程序 这个对不对 这块 可以对吧 获得部分证据 其实 那没有问题 C 这证据是可以通过向第三方 韩正 获得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程序 比如说借款这类的 流长头这个东西 可以韩正 所以呢 如果上期报表已经经过审计了 我们可以通过 查阅前证据的 公司的第一稿 或者有关期出余额审计程序 相争沟通 可以 所以A B C D 那再一个也是作严题 是在首次结果委托时 可以提供有关 7出持有存货的 审计程序都有 A对本期 存货的期末 做计划测试 B接门当期存货数量 调译到7出存货数量 所以对7出存货项目的计价做审计程序 D对存货的毛利 从我截止做审计程序 那咱们说对于存货 7出余额就那三个程序 对吧 B C D 就这三个 这没什么可说的 就把它背下来就完了 对吧 答案 B C D 下一个单选题 说下几关7出余额审计数法当中 问正确的 A 如果上期的曹报 经前读码审计 或未经审计 我们说还是可以在审计报中 增加其他摄像段 说明相关情况 增加其他摄像段 说这个东西 那注意啊 如果说上期报表经过前任审计 我们一般并不会增加其他摄像段 有时候我们可以提及前任 这么一个 所以如果未经审计的 我们应当在审计报中 增加其他摄像段 说明相关情况 B呢 说如果不能对汽油余额 或者存在上证据的 朱爱石应该发表保留意见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是职业保留吗 咱们你看他的影响对吧 那没说只有保留这个的程度 你看他影响程度有多大 第一 说如果按照适用的财务报编基础 确定的 与汽油余额的有关会计政策 未能在本期得到一贯的运用 这也是应当考虑发表 保留 或否定 那这有一个重大错报的问题 那这个 正确 根据影响程度 第一呢 如果汽油余额存在对本期报表有重大影响错报 起错误影响未能到正确的处理和下笔录的 应当发表保留 那咱们还得看这个影响程度对吧 所以呢只有c 只有c这块 下一个 多选题 这下列官期出余额审计数法当中 问证据 A 若财报经前任审计 混转时在查阅前调中 未能获得出事项证据的 后人应当发表保留或否发表事意见 经有人审计过查阅稿 没获得出事项证据那你就得自己做 对吧 不是说啊就只能依赖人前任的一个 所以A不正确 下一个 B 说后人主外师在审计期中余额时 发现导致前任主外师 发表非保留意见事项本期依然存在 那么应当啊 后人主外师应当继续发表非保留意见 那注意 对于这类事项本期依然存在 但你看 他的影响 非保留意见呢 C 说中国开始啊 在对财报做审计时 一般无需专门对其中余额发表审计意见 一般不需要单独说 不需要单独说但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对吧 所以注意这个用词啊 但这是正确 第一不用说肯定正确对吧 只有当期出余额对本期报表重要时 虽然是才需要对其特别关注 并实专门审计 正确 正确 答案 B C 和 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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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